所以是在法規命令的階段 對於立法院的法律案 這個是不受到GF專章的規範 所以是在英文講叫Regulation 不是Law 因為這個法規 就有時候會搞分 我們的法規搞分 中文叫法規 法律嘛 規定其實在英文的意思是叫Regulation 這一點我想 我只是要澄清一下 所以我說問他一定不會答他都很清楚 只是我不清楚而已 剛剛面說的會提到行政規則 行政規則在台灣的 我們的行政程序法 我們定義他是行政機關的 內部的一個市場 這個部分也不受GF專章的規範 只有對外會對人民的權利義務 發生規制的效果 這個規命令 開始 一直不到我講 因為你答得很清楚 好 謝謝 好 大家各位 我們在場的各位業界 有沒有想到問題 借這個機會跟他們請教 大家還是在思考中 那我可不可以再問第二題呢 我們是沒有套好 不過我想有一點不太清楚 想要問這個由副組長 因為你這個通關的部分 其實講得很清楚 有一點我不太懂 就是說通關一審 一審 我們現在 我去參觀過台北觀了 一審現在早就有了 我們進口商對進口的產品項目 本來就是不清楚的時候可以先議審 免得扣稅扣錯等等 或者我可以了解我準備要付多少稅 帶個現金去 可是你講到出口商 我是不太懂 出口商我們為什麼要議審 出口沒有很多 沒有稅 為什麼要議審 我不太清楚 我想出口商這一塊 因為我們講的是中美 所以不做國國 大家都有太好了 太多支麥克風了 那個出口商部分 為什麼要給他這樣一個權利 是因為我們現在中美的一個貿易 我希望你這個貨 從台灣出到美國很順利 從美國到台灣也很順利 所以我台灣的出口商 想要進到美國去的時候 我可以到美國去申請 我也可以在台灣這邊 就請我們的海關先幫我看 看我這個貨到底是不會有哪個稅則 那我就可以到美國那邊 稅是要課多少 或者讓哪些的一個 法律規章是這個貨是進去的 或是有哪些其他特殊要求 這個都可以事先來知道 這樣子 這個我了解 因為過去我們出口稅則議審的時候 這進口商行使的權利比較多 然後我已經跟海關說 我這個進來要靠法這裡的稅 那稅號是多少 那我申報的跟你同意的是不是一樣 這個是我有 那所以我們未來 我們出口商出口到美國 我們申報的稅則 我們也要到美國的海關 他會